那同样是刚刚已经说到了 包括腾讯 包括港交所 甚至是友邦 有没有可能是今天这个大势 说要大跌 但是又没有跌下去的因素 看看版面上面他们 集体作为大蓝筹 能够升幅全部是 这有2%到3之内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今天刚刚腾讯说过了 聊一下友邦好不好 先是友邦那一边也有消息 说是上海的办事处 现在获批升格成为全资子公司 而这个消息 有多间大行都认为 对于友邦是极为的正面 所以美银是上调了 友邦的评级到买入的 说有助于友邦加快 内地业务的发展 并且一并调高 友邦中国未来几年的新业务的增长 新业务价值的增长的预测 瑞幸就是说 相信接下来可以在内地 更多的城市开办业务 财务的安排上面 也更有更大的弹性 其实我觉得之前这一段时间 友邦你说股价 前一段时间的那个受压抑 大家应该也挺能理解的吧 完全的通关都通不了 友邦香港这边都做不到 任何他们之前这一段时间 最需要的这个内地的生意 还有就是这个基本市场的波动 也是对保险股的影响特别大 在投机收益方面的预期 这个新的业务发展方面 应该是有利 但是也要留意 其实一年前也是炒过 在内地的发展加快 这些的消息的 当时候是在去年六月份 股价凑升到历史的新高 当时候86左右吧 但是这种炒作也 当时候就没有持续下去 现在这个股价因为经过了 这几个月的回调 现在的估值上是比较低 所以就是又在炒作 在内地发展的这些消息 是比较有利的 可能也会再推高股价一些 但是另外也要留意在香港 业务贩卖的风险了 一方面就还没有通关 过往香港的业务增长 其实也很大部分是来自内地客 这方面就想在今年未来 这下半年也是比较弱吧 另外香港的一些政治不明朗 也可能会影响到 这个整体在香港的业务发展 这方面在短到中线 可能会多一些的一个风险 常常是增长好的 包括在内地也包括在整个东南亚 但是如果投资者看短一点的话 这个增长可能就没有之前那么快了 其实你说反弹 它也真的是反弹了 对不对 要过去的这个接近60块钱的一个位置 其实现在已经是反弹到70多的一个情况 你会觉得说短期的这个股价 再上冲的这个动力 未必那么足了吧 未必那么足了 这个走势是比较利好在60块 做了一个小双底的 这个双底的颈线 对 差不多是这两个位置 对了 对了 这个颈线也大概是现在的水平 73附近 所以如果中线那个双底的凉度的目标 大概可以回到之前的高位86 但是这个应该需要多一些时间 不是很快就能够往上冲 好啊 说得非常清楚了 大家也是作为参考 同样时间先去一下广告 广告过后跟大家聊A股的情况 再见 再见 再见